来到山东考察 怎能错过美丽的青岛呢 青岛是山东省最大的城市 也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年轻城市 处处隐藏着文心feel满满的打卡点 青岛日游应该怎么玩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看看生机勃勃的青岛吧 第一站我们先来到青岛啤酒博物馆 如果你平时有小酌两杯的习惯 应该对青岛啤酒不陌生吧 在走进啤酒馆之前 我们现在充满欧洲风情的啤酒街穿梭 走入啤酒博物馆 有如走入一座时光隧道 了解重古至今啤酒的生产过程 当然有多个拍照打卡点 参观结束后 还有机会品尝不同种类的青岛啤酒 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口味和口感 在回家之前 还可以拿到有自己照片的啤酒 纪念性满满 小鱼山是一座充满古典风格的公园 这里充满了五颜六色的花卉 看了让人心情舒畅 青岛一直都有小欧洲的称号 登上小鱼山 满满的欧式建筑物尽显眼帘 不仅如此 这里还可以俯瞰青岛海湾 可说是观景的最佳地点 保览风景之后 已经接近黄昏时分 于是来到了五四广场 五四广场 捉落在中心商务区海滨 是纪念五四运动学生 捍卫青岛主权的爱国行为而得名 来到这里一定不能错过五月的风 在这里欣赏美丽的日落时刻 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入月之后 我们来一趟船游 吹着海风 欣赏青岛式的灯光秀 如果觉得在户外吹海风有点冷 可以走进温暖的室内 喝杯饮料 吃个小吃 我们在被城市灯光秀围绕的海上 惬意地享受在青岛的夜晚 为青岛一日游画上完美的句点